首先我们打开Leonado网站 这里launch app 首先你要注册一个账号 可以在这里注册 或者是我就直接使用我的Google账号 这个就是Leonado的主界面了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部分 左边的这一列是它主要的功能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这个community feed 这个就是所有网友生成的图像 它的搜索功能暂时禁用了 估计是软件暂时有问题 下面这些是搜索条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搜索放大的图像 视频 摄影风格的图像 搜索动物 动画和建筑等等 我们点开其中一幅图像 这里是它生成这幅图像的提示词和所有的参数 然后这个按钮 你可以将这幅图像发送到motion功能 就是图像生成视频 也可以发送到图生图功能 或者是点击这个 它就会根据这个提示词和所有的参数 来生成一幅非常类似的图像 OK 下面这个personal feed 这个就是保存了你这个账号所生成的所有的图像 同样是点击这幅图像 那么它里面保存了所有的参数 你也可以重新生成 或者是发送到motion或者是图生图 下面这个training and date sets 这个就是训练模型的地方 这个find tuned models 这个是保存了所有的模型 platform models 这个就是Leonado官网所提供的所有的模型 然后community models 这个就是网友训练出的所有的模型 然后your models 这个就是你自己这个账号所训练出的所有的模型 fariot models 你可以将你喜欢的模型保存在这 下面user tools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七个工具 这个页面上有六个工具 分别对应前六个 最后一个它没有加到主页上来 第一个image generation 这个就是生成图像的地方 文生图和图生图 然后real-time canvas 这个就是实时画布的功能 下面real-time gen 这个就是实时绘图的功能 canvas editor 这个就是画布编辑功能 universal upscaler 这个就是图像增强和放大 motion是图像生成视频 textra generation 这个就是通过提示词和3D模型 来生成不同质地的3D对象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实际就是community feed 它显示了网友所生成所有的图像 然后同样的这里可以按照不同的过滤条件来进行搜索 好 这个就是主页面 今天我们来详细介绍这个image generation 这个是用户最多用到的 最常用的一个功能 下面我们来介绍image generation 生成图像的功能 我们来先简单的生成一张图像 回到主页 在这里面选择一张你喜欢的图像 OK 比如说这张图像 点击它 然后在这里点remix 它就会把这张图像的提示词 使用的模型和所有的参数 都发到这个做图工具里面来 然后点击generate 这样我们就生成了一张和原图非常相似的图像 接下来我们看这里 这个框就是输入提示词的地方 你可以修改它的提示词 或者是输入你自己的提示词 OK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它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生成随机的提示词 另外一个是改善你的提示词 我们来点击改善提示词 我们将这段提示词来翻译过来 它就将我刚才输入的非常简单的 Accute Cat 扩展成一段非常详细的提示词 然后我们生成 它生成的效果就非常好 接下来看这里 这个是选择模型的地方 这里有十几个模型可以选择 每个模型生成图像 所使用的Token还不同 OK 比如说这个StableDefusion 1.5 那么它只需要一个Token 我们来换一个 这个LeonardoVision XL 这个就需要三个Token 好 我们选择一个基础的模型 Absolute Reality V1.6 下面这个选项 它一个是Nan 另外一个是Leonardo Style 这个Leonardo Style 就是Leonardo的某些增强算法 它可以使这个图像的质量更好一点 我们来生成一个Pretty Girl 这里选择Nan 好 接下来我们选择Leonardo Style 可以看到用了Leonardo Style之后 这个图像清晰了很多 然后它的效果也比较好 但是这个效果比较随机 大家都试试吧 下面这个Add Elements 它这里就是预设的一些图像的风格 比如说这个巴洛克风格 Glass and Steel 玻璃和钢的风格 Avery Gold 象牙和金的风格 这个是最多可以选四个风格 OK 我们来试一个Glass and Steel的风格吧 还是一个Pretty Girl 就是我们不需要输入复杂的提示词 它就会生成玻璃和金属风格的这个图像 这个风格根据使用的模型不同 它这个风格也是不同 我们换一个模型 比如说Leonardo Diffusion XL 那这里就是另外一些风格 比如说3D Scalp 这个是3D雕塑风格 Colorful Scribbles 这个是彩色涂鸦风格 Dark Arts 黑暗艺术风格 Kids Illustration 这个是儿童插画风格 Sparkle Core 这个风格最近很流行 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发布了这个风格的图像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右下角标注的Laura 也就是说这些预设的风格是通过Laura模型来实现的 如果熟悉Stable Diffusion的朋友应该知道Laura是什么 这里不多做解释了 我们来试一个这个Sparkle Core的这个风格 OK 还是一个Pretty Girl 这个图像就是 它这个脸上有很多的彩妆的金粉 看上去很漂亮 接下来这个Add Native Prompt 这就是增加反向提示词 对于Leonardo来说 这个反向提示词 比如说像Blurry啊像Bad Hand的呀 或者是坏的解剖学上的构图呀 这些好像都不太用得着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 比如说像文字啊数字啊 比如说这张图像 我不希望它出现项链啊 Necklace 好 现在我们重新生成 可以看到生成的这张图像 它就没有画Necklace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再选中一个3D Craft OK 下面这个就是你选中的Elements 在这里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权重 那么现在它就是两个预设风格混合的一个图像 一个是0.6的Sparkle Core 还有一个是权重为1.2的3D雕塑风格 好 这是很完美的结合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 好下面这个就是你生成的所有图像的历史 右边是生成图像的所有的参数 这里还有一些功能 你可以再生成 你可以view生成的信息 下面是你可以拷贝种子值 可以make public 也就是说将这个图像发送到community feed中 所有网友生成图像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选择delete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一边的这一部分功能 第一个是number of images 这个就是一次生成几张图像 现在是一次生成一张图像 它最多一次可以生成八张图像 然后下面这个 photo real alchemy和prompt magic 第三个都是一些关于图像增强的技术 而且从prompt magic到photo real 它是一个比一个功能更强 prompt magic这个功能已经内置到alchemy里面来了 alchemy这个功能内置到photo real里面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单独打开prompt magic 或者是我们可以打开alchemy 那么prompt magic这个功能就包含在alchemy里面来 或者是我们打开photo real 那么alchemy就会自动的包含到这个功能里面来 好我们先来看prompt magic的功能 我们看这里 这里可以指定它的strength 也就是说这个增强算法的强度 high contrast的这个是高对比度 它会给你图像更多的阴影 OK 好下面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简单的生成一个pretty girl的图像 先不用prompt magic OK 然后我们打开prompt magic这个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生成图像的效果就好了不少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alchemy这个功能 看一下 这个可以打开高分辨率的开关 那么图像的快和高就会增大 contrast boost 这个就是图像的对比度 OK 这个 这个参数可以增强图像的细节 它的值越高 它的细节就越丰富 这里可以指定prompt magic的版本 比如说off 或者是v2 或者是v3beta 然后这里可以指定prompt magic的强度 raw mode 这个参数是打开的话 那么它就会越贴近你的提示词 如果你的提示词非常短的话 建议将它关闭 OK 现在我们使用alchemy的功能来生成一个pretty girl的图像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alchemy之后 这个图像的效果就更进一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试这个photo real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个模型可以选择 Leonardo diffusion XL Leonardo vision XL Leonardo canal XL 我们选择第一个 选择了photo real之后 这里就不允许选择模型了 但是这里我们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 我们就随便选一个电影风格 这里还是可以选择它预设的这些laura风格 接下来生成 那与这个alchemy相比 这个photo real 看出去这个效果就更加的完美 这是这一部分图像增强的功能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 transparency 这个是生成背景透明的风格 这个功能最近刚刚在stable diffusion里面发布 它用到的是layer diffusion这个插件 这么快这个Leonardo也将这个技术加进来了 好我们打开它 这个图像就是一个透明背景的图像 好下面这个public images 如果这个选项关掉的话 那么你生成的图像就是 你只有你自己能看到 如果打开的话 那么生成的图像 它就会发到community feed里面去 其他的网友都能看到 好接下来这一部分 这个都是指定图像的宽和高的 实际上图像的宽和高的数值在这里 我们可以手动的输入 比如说1024和768 也可以使用这个滑块 或者这里有几个预设的最常用的图像的宽和高 那么我们直接点击它 它就会将图像设置成这个预设的宽和高 768×1024 然后这里advanced controls 这里可以指定图像的宽和高比 比如说我们指定1比1 那么它就取一个近似的数值 将这个宽和高调整成一样 888和888像素 下面这个guidance scale 这个就和stable diffusion里面的cfg值是一样的 它的值越高 它就越精确的符合你的提示词 值越低 那么它就越有创造力 接下来这个tiling 这个就是生成平铺图像的 这个选项使用于重复的纹理或者是背景 这个功能不是很重要 我们将它略过吧 下一个这个是图生图的功能 图生图的功能移动到image guidance这个标签页里面来了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 再接下来show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的选项 这里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recommended sizes 这个选项就是说 每一个大模型 它是在固定的图像尺寸上面训练的 比如说这个stable diffusion 1.25 如果这个开关打开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将图像的尺寸设置为512×512 我们选择stable diffusion 2.1 那么它就会自动将图像的尺寸设置为768×768 Leonada Vision XL 它就会自动的将图像尺寸设置为1024×768 也就是说 它会将你的图像尺寸自动调整为 适合这个大模型的尺寸 好下面这个 fixed seed 这个就是种子值 如果使用种子值 而且其他的参数和模型都相同的话 那么它会生成两张一模一样的图像 我们来找一个例子 OK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remix 现在我们不用种子值的话 我们来生成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整个的风格和色调都很相似 但是它的构图却不同 好 下面我们使用固定的种子值 将这个圆图的种子值 copy进来 再来生成 我们再来重新生成一次 可以看到这两张图像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就是种子值的作用 再接下来scheduler 这个类似于采样算法 我们就随便选一个Leonado 好 这就是这个界面的基本功能 接下来的视频我们会继续讲这个图生图的功能和提示词生成的功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